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VB老戏骨雪妮之前在出席新剧的宣传活动时已经宣布正式吸引 虽然早就已经结束了和TVB的宾主关系 但她认为配合新剧宣传是自己的本分 也算是好头好尾 在她身上充分体现着老戏骨最难能可贵的一德 所以她一现身在宣传会现场就获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当天她身穿棉袄 系着围帽 穿衣风格与现场其他人完全不在一个季节 看得出以保暖为主 已经七十多岁的她 满头白发 苍老了许多 一路由主持人搀扶上台 随后她在采访时坦承了自己吸引的主要原因 自身年纪已大 怕记不住词而连累对手戏演员 同时也怕赚的钱最后不够看病的花费 还怕半夜拍摄身体劳累过度 身体吃不消 觉得身体还是很重要的才决定退休 把舞台留给年轻人 他们这些老人也该退场了 而早在爆出吸引消息之前 她的老公唐佳就曾向媒体表示过 她就是因为健康问题不再许约 还透露雪妮现在身体不好 曾摔伤过膝盖 所以打算停下来享受生活 此后不少网友都表达出了不舍 纷纷回忆起她在营评上塑造的众多角色 深刻她在影视方面的表现 在许多人心中她是妈妈专业户 很少有人知道 她是六七十年代 粤语长片的首席武打女星 而且还素有甜妹妹之称 是当时武侠电影的御用花旦之一 雪花神剑 女黑侠木兰花等 都是她的代表作 前不久 她现身接受专访 期间讲到退休后的生活 坦言最近过得比较悠闲 舒适 生活状态亦没有以前紧张 整个人放松了不少 不过丧失听力后 要靠助听器接收外界的声响 或多或少都为生活带来了不便 幸好得到老公 唐家多年来的细心照顾 她也搞笑地跟主持人说 老公若在旁边 便会跟大家说 不好意思 我老婆是聋的 提到老公时 她满脸笑容和满足 想必内心一定感到非常幸福 其实她在未加入TVB之前 听力就已经有问题了 大概是80年代的时候 有一次她在听电话时 发现左耳听不清楚 后来更是直接听不到声音 但是身体又完全没有其他症状发生 当时经过医生诊断之后 才得知原来是家族遗传所致 而随着年纪渐长 她的听力变得越来越硕 丈夫担心她拍戏 因为听力有问题而出意外 经常被拍到去现场陪伴开工 两人形影不离 非常恩爱 虽然已丧失听力多年 但有目共睹 这期间 她仍为观众拍了不少佳作 从1997年签约无限至今 她被外界称为TVB御用女侠 曾曾演超过50部电视剧 作品包括难兄难弟之 神探李奇 创世纪系列等剧 每个角色都很经典 深述民心 她也坦言 虽然不至于是完全失聪的程度 但仍需要带着助听器 才可以听清楚 与主持人之间的对话 而且带了助听器 如果她正面讲话还好 但如果背对着跟她讲话 她就会完全听不到了 所以丈夫天天都会陪着她 此外她早前也曾做过手术 但只有一只耳朵 能够勉强恢复听力 另一边耳朵听力 则是丧失的 讲到退休吸引 她承认听力问题是原因之一 现在除了老公陪伴外出之外 她基本上不会独自出门 还笑称 先生就是她的助听器 因为先生总会提醒别人 她听不到声音 但如果真的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出去 她都会尽量靠边站去 因为她担心会被撞到 或者阻碍到别人 在整个聊天过程中 其实多少还是能够从她的言谈中 了解到她对工作的渴望 即使如今还有不少机会选择付出 可她也表示绝对不会这么做 因为自己除了年纪大 身体素质也是跟不上了 如今说起雪妮的名字 可能很多的年轻人并不是很熟悉 但在乐剧盛行的那个年代 她绝对是当时的红星之一 而且颜值和身姿都是一等一的存在 原名熊雪妮的她 1945年出生在湖北 两岁时跟随家人迁移香港 她年轻时家境贫困 所以很早便外出谋生 最开始是在片场中赚取外快 直到1962年 因为面容较好 身材也不错 于是被仙鹤港联影业公司相中签约 由此正式出道 刚出道时 她就出演了电影《两相好》 此后她出演的大多都是武打角色 也被很多人称之为甜美人 当时为了塑造自己的角色 她在一年就拍了四部作品 而21岁出演的电影《女黑霞木兰花》 受到了很多关注 这部剧也成了她的代表作 之后视野开始逐渐有起色 受到不少导演的惊赖 在电视剧《雪花神剑》 《碧雪金拆》中 一改往常装扮的她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但她在25岁时 却突然宣布结婚吸引 此消息震惊不少粉丝 要知道 演员一旦长时间不出现在大众视野 就会被观众遗忘 她与老公唐佳 此前因戏相识 通过长期接触走到了一起 据说当年是她追求的唐佳 她在片场中和唐佳招募相处 发现唐佳是一个极品好男人 工作期间不仅认真 对待女孩子也是彬彬有礼 从来不会主动去撩女孩子 而且和女孩子说话还会面红 就主动出击 将对方揽住怀中 后来也是因为怀孕 两人才会那么着急结婚 事实证明 她的选择没有错 婚后的唐佳 也并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还因为对她疼爱有加 而成为了圈内出了名的好丈夫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她也开始付出拍戏 但是市场的变化早已不如从前 所以她只能出演一些长辈 从曾经的当家花旦变成了配角 虽然出演的大部分是妈妈或者奶奶辈的角色 在剧中戏份很少 不过仍挡不住她在众多热剧中的强颜表现 近期的《使徒行者》 采过《戒2》等新剧中 也均有她的身影 事实上 唐佳也是娱乐圈中人 她曾是业内有名的动作指导 但外形粗犷的她 却是一个很温柔的男人 当年她为了照顾妻子的情绪 无论妻子去哪儿拍戏 她都会贴心在身边照顾 常常给妻子坐司机 以及端茶倒水 照顾得很是周到 还曾未等爱妻收工 在街头独自坐了三个小时 之前演员林凯恩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庆祝雪妮收山之座杀青的照片 唐佳就贴身站在雪妮身后 2013年 雪妮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TVB向她颁发了 杰出演员大奖的最高书生 以奠定她在演艺圈的地位 同时也感谢她多年来的付出和奉献 现在的她 已经演艺了大半辈子的戏了 出道60年龄差评 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也确实应该考虑吸引 虽然她没有把大好前程放在演艺事业上 但她一点也不后悔 而且每次谈及自己的婚姻时 都是一脸幸福 还坦言和唐佳能够结婚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变小女神般的炫耀道 她可以保护 支持 提醒自己 让雪妮永远活在21岁 婚后也不用为柴米油眼担忧 如果可以选 下辈子还会嫁给唐佳 早些日子 曾有媒体拍到 雪妮和唐佳的照片 当时两人正乘坐地铁 由将军澳前往到条警领站 虽然车程很短 他们的话也不多 但唐佳仍会深情地望着身边的老婆 期间雪妮被一个坐在旁边的 可爱小女孩的脚踢倒 她非但没有介意 还不时挥手玩鸡掌 眯着眼逗小女孩 见到小女孩笑得可爱样子 她也忍不住露出慈祥的笑容 看到这对老夫老妻退休之后 在地铁里这么接地气 不少网友也感慨 结婚50多年了 真是不简单啊 都一把年纪了 也是时候退下来 跟老公享清福了 想必现在的雪妮也很满足 跟丈夫恩爱多年 如初恋 而且他们的儿子 也开始步入武术行业 继承父亲的事业 如今这一家人 随着雪妮的隐退 将会渐渐地消失在荧幕前 但相信他们的幸福之火 一定会在家中烧得越来越旺 在近些年的作品中 不管是《我的野蛮奶奶》 还是古灵惊叹 雪妮的表现都非常亮眼 因此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 《采锅界2》是她的告别作 但实际上 后来播出的《食脑丧毙》 才是她真正意义上的吸引作品 为戏奉献60载的她 如今终于退居幕后 也许正如她所说的那样 未来若是身体 真的因为拍戏出现问题 想必无钱看病的窘境 会更加严重 她能做出这番决定 相信粉丝们也一定会支持 毕竟她已是高领 拍戏又是压力极大的工作 以后安小晚年也未尝不可 只希望她能在安定的日子里 好好调养身体 和丈夫幸福地生活下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